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频里看到你又学会一项技能 爸爸就很欣慰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我现在在海拔四千五百米的雪域高原 祖国的边境线上 祝福你每天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成长 亲爱的女儿林一山小朋友 马上要过六一儿童节了 爸爸又一次不能在你身边陪伴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怪爸爸 因为你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 因为你一直能理解爸爸工作的特殊性 亲爱的小伙 六一儿童节即将来临 爸爸祝你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幼儿园三年的美好生活即将结束 要成为一名小同事了 即将开启着新的学习之理 你就会好了吗 爸爸相信你 你是最棒的 加油 彤彤和玉玉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妈妈在雪域高原 非常的想念你们 无论生活怎样 愿你们脸上充满笑容 做自己的小太阳 希望你们年龄与智慧一同增长 祝六一儿童节快乐 亲爱的桃子小朋友 六一儿童节快乐 爸爸在高原出任务 没有办法陪你过节了 你已经是大孩子了 今年幼儿园就要毕业了 希望你在家里听姥姥和妈妈的话 做一个听话的好孩子 甜甜 嘟嘟 这次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妈妈在雪域高原 祝你们节日快乐健康成长 据小离多是我们的常态 但是妈妈是医生 妈妈也是战士 妈妈需要照顾解放军叔叔 谢谢你们对妈妈的理解 堂金小丽 我的小宝贝 妈妈你看你已经快三个月了 妈妈在遥远的雪域高原 祝我的小宝贝六一快乐 希望你能永远开心 健康成长 孙孙 今天是你的节日 希望在家都听妈妈的话 在这里爸爸祝你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小美女李可饶 小金豆是李可金 今天是你们的节日 爸爸祝你们健康快乐 爸爸虽然不在你们身边 但每天都关注着你们的成长 儿童节到了 祝我的小胡宝健康成长 愿你的世界永远绚丽多彩 开开心心 祝我的大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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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